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商业情欲表显示,面对高通胀带来的成本上涨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加国小型企业行业信心再次下跌近7点至52.7,其中农业和零售业最不乐观,信心指数分别为37.7和38.7,这已经是今年4月以来的第4个月下降。 在CFIB的统计数据当中,只有32%的企业表示他们的经营状况良好,20%的企业表示经营状况不佳。 与此同时,还有超过60%的企业经营者仍在处理因为疫情关闭期间而承担的债务问题,燃料和能源成本仍然是影响大多数小型企业收益的最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劳动力短缺也极大程度限制了企业的增长。 有52%的受访企业者表示,目前缺乏技术工人,剩余39%的企业经营者则认为,半技术或者是非技术工人的招聘同样是困难的。 CFIB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副总裁西蒙·高德勒表示,企业现在确实感受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包括政府为缓解通胀实行的加息带来的风险。 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感到有苦难言。 根据CFIB的另一项调查,只有16%的经营者认为,联邦政府了解他们面临的成本压力,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型企业对未来的焦虑。 随着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持续,飙升的物价致使大部分加拿大家庭缩减开支以负担必要的食品和天然气的支出,销售行业受到直接的打击。 高德勒表示,客流量至少减少了30%,这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小型企业却是致命的,因为本来就在靠微博的收益支撑。 比如对于一家普通的干洗店来说,30%的客流量意味着是否能够盈利。 CFIB称,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企业正在考虑永久关闭,该数据不包括那些在不通过破产程序的情况下永久关闭的小型企业。 CFIB经济总监安德烈亚·波尔乔亚表示,这些指标应该成为政府的一个严重警告, 他们应该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和政策决定当中考虑到这一点,避免企业遭受到更多无法承受的压力。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最新发布商业情语表显示,面对高通胀带来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 加过小型企业行业的信心再次下跌近7点至52.7,其中农业和零售业最不乐观,信心指数分别为37.7和38.7, 这个已经是今年4月以来第4个月下降。 在CFIB的统计数据中,只有3成2的企业表示,他们的经济状况良好, 两成的企业则表示经营状况不佳。 与此同时,还有超过6成的企业经营仍然在处理因为疫情关闭期间承担的债务问题。 燃料和能源成本仍然是影响大多数小型企业收益的最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劳动力短缺也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的增长。 有5成2受访的企业表示,目前缺乏技术工人剩余3成9的企业经营者则认为 半技术或者非技术工人的招聘同样困难。 CFIB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副总裁西蒙·高洛德说, 企业现在确实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 包括政府为缓解通货膨胀实行加息带来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他们感到有苦难言。 根据CFIB另一项调查,只有1成6的经营者认为 联邦政府了解他们面对的成本压力, 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型企业对未来的焦虑。 随着通货膨胀进一步持续, 飙升的物价使得大部分的加拿大家庭缩减开支, 以应付必要的食物和天然气支出, 销售行业受到直接打击。 高洛德表示,客流量减少至少30%, 这样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可能无关重要, 但对于小企业却是致命的, 因为本来就是靠微薄的收益支撑。 譬如对于一般家庭的干洗店来说, 三成的客流量以未转能否认利。 CFIB说, 大约6成1的企业正在考虑永久关闭, 该数据不包括那些在不通过破产程序的情况下 永久关闭的小型企业。 CFIB经济总监安德烈亚·布尔乔·桥亚表示, 这些指数应该为对政府的一个严重警告, 他们应该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和政策决策中考虑到这一点, 避免企业遭受更多无法承受的压力。